翁鴻河先生 如果你常看歷史劇開銷說 有時聽過一些古事的可能會知道他 他是兩位皇帝 同志跟光旭 小時候教他們讀書的國師 這些教皇族讀書的老師 通常他的封號 大概就是我們常看年紀 已經聽到的 什麼什麼什麼大學士 這一類的大花 所以擺在這邊的東西 擺在這邊幹嘛 就是告訴你 這是我們家的朋友 所以來我們家 國師啊 自己眼睛要放亮一點 什麼話該說 什麼話不該說 所以就是 不管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一樣 用很多不會講話的東西擺在那邊 其實他們都在講一些什麼話 只是看你能不能聽得懂 看得懂 看得懂他們在表達什麼意思 如果人家說來行的就知道 如果看不到的 看不懂的怎麼辦 看不懂就不要理他 看不到就看不到你理他幹嘛 也不用跟他解釋 其實很多事情都這樣子 看不懂的 有的人講不通的 就不用多說 那你懂我會通 你該說什麼 該說的 該看懂的就會懂 該不懂的 你怎麼講他還是不懂 說哪一半 哪一半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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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唇就好不夠 浪費口舌 來 給你們看一張招伏